戴着口罩求诊民众几乎团团围住急诊柜台 武汉市官员指出 往年这个时节发烧门诊每天约3000人 最近大爆发 根据官方最新的疫情累计趋势图 可以看到确诊的曲线从23号开始 几乎是乘90度的往上攀升 持续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的病例持续的暴增 包括中国湖北省武汉在内15个城市封城 而武汉市长在日前证实 已经有500多万人出城了 而为了要安抚民怨 饱受批评的武汉市长还接受了国营媒体的专访 只不过说的话又再度引发了争议 医院内有病患在走廊当场倒地 还有上街买菜直接倒过去的 有一段画面还显示医院没位子 患者被迫在家中隔离 画面中至少有四位躺在屋外空地的民众 生死状况未明 根据大纪元新闻网发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前年北京为控制SARS疫情 在尖叫盖了小汤山医院将病患远离治疗 武汉也决定寻小汤山模式 要挑战在12天内紧急新建一座专门医院 并定名为武汉菜店火山山医院 预计2月3号启用提供1000个床位 但对比严峻的感染数字 即便能盖成应该还是不够用 比如说 你参加主持人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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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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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妹妹,上车里面有东西吧 等一下,你也没事 你看,这个小小样 爸爸,小小 小小 乖乖,太小了 小一点,小小 小不小 小小小